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音乐 比他们俩城市的多 淘汰一样的生活 在昨天我不能 但是好的类似的知识分子 觉得我还ok 悲伤的坐在你身旁 枪枪三人行 左小诅咒 我该管你叫左小还是叫左咒 左小就可以 都叫左小 当然也叫诅咒 还有叫我咒咒 还有叫我小咒的 小咒 反正咒咒 咒的是不少了 该号本名吴宏斤 已经没有人知道他叫这个名字了 算是我觉得你现在算艺术家 这也不算骂你吗 无所谓 本来就是艺术家 对 有这艺术作品 咱们刚才 就刚才我不看到 咱们看看这个 先看之前的那个 这个听说 拍了这个之后 叫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是吧 这之后就是运气就好了 我说那当然飞珠拱门了 是吧 还有这个 这个他现在也用在唱片里了 对 这个艺术作品 这里头有男有女 有意思 那刚才有句话 我没看明白 什么叫过着像逃犯一样的生活 就是说 你要走一个地方 能换一个名 就换一个名 为什么呢 因为 会找到你 你以前的名字 但是我到北京之后 就没换掉 换别的地儿了 他让我想起 就所谓的这个咱们就民间叫搞摇滚的 这个搞摇滚的经常给人感觉是 衣服好像很多天都没洗 那是什么 我今天 还是干净的 是干净的 是干净的 我跟你说 他的这个音乐 他的这个歌 你猛一挑 哎呦 你就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嗓子 别人的嗓子都是站着的 他这嗓子是躺着的 就等一看 就是衣了歪鞋 赖了哇唧的 我说这人是什么意思的 但是你再一听呢 他的音乐是好听的 然后呢 你再一听呢 哦 他跑调了 他就就 但然后你再一听呢 就他跑的这个调啊 他跑出这一个调来 就所以有人管他叫跑调大王 对 就这么一个怪怪的这么一个一个音乐家 你的特色就是跑调吗 我有时候也不跑 也不跑 那现在是跑调出名吗 那跑调出名 我是出这个跑调的 反正他呀 就是你猛一听 咱这个我这个音乐外行啊 听起来就是那个 我个大扁嗓子 比如说 我要背上的桌子 你真跑 反正挺好 你还会唱 对 我老的 卡捞天念过 他呀 主要的他在中国音乐圈 我觉得这个奇闻是什么 现在说做唱片的都死了吗 做不下去了吗 各大唱片公司啊 但是他这个唱片 他就是做这种CD啊 一张一张比一张贵 对 呃 他送我的这个啊 就是这个呃 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 这是一百五十块钱 嗯 是吧 他据他说主要是卖这本嘛 一百五块钱 然后说是去年 出了这个 三八节 对 去年三八节 你知道他这么一个唱片 他卖 敢卖五百块钱 嗯 敢卖五百块钱 能卖得了吗 现在 那可以 这说 我觉得卖五百块钱 卖一百五都无所谓 因为很多人 还在这个社会 很多人起哄 因为你买买贵一点了 他买回家 可以好好听一听 买不了 听不了 也可以摆在一个明显的地方 装作门面 嗯 嗯 都无所谓 你看最近 就是也不是最近了 就是呃 这段时期吧 他不是华语搞什么论坛吗 大家在讨论 是 纷纷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传统唱片业 还有什么出路 啊 唱歌还有什么出路 做音乐 还有什么出路 嗯 他在那儿 这个这个口出狂言呢 说关键是因为 你们不会卖 嗯 他就感觉 这是一个会推销的 不不 不是我说的 啊 我说你们 呃 因为要让我发言吧 我说因为 我的情况也比较特殊 不太好复制 第一个是 我首先是唱片是 呃 我唱歌是跑调的 他们开始笑 说我自己还承认跑调 第二个是 我说我歌词写的 也是乱七八糟的 嗯 啊 那么这是我人 也是这样的一个气质 乱七八糟的气质 就说我写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比较容易 因为你复制 复制起来很难啊 比如说啊 明天做小题再给我们出张唱片 那个小半天是出不来的 因为我们上来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因为我也研究怎么自己继续跑下去 就全世界唱歌跑调的 也不是我一个人 像像一个 我文道也知道 像 巴布迪人 巴布迪人 但是像我这 罗瑞 罗瑞还不算跑了 对 香港 香港四大天王里也有人跑调吧 对吧 四大天王也三个跑 跑调呢 是今天可能他们喜欢的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 录音的时候 你跑调可以通过一个软件 一个你就不跑调了 真的 哎呀那我可以唱歌了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他用 但是你 他拉平了之后 像拉皮一样嘛 脸上嘛 瘦身之后 但是他就是表情全部没有了 像我这个 他有质感在里面嘛 我们也可以在录音时 他们也在说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左小再按一个软件 按一下 不跑调出来什么样 那唱出来就不是那回事 那我代表外行问一句 你为什么要跑调呢 这是缺盖补盖嘛 因为他们不跑我来跑嘛 如果他们做主流 我就做先锋 他们做先锋 我就做主流 所以说 他有点跟一般的说艺术家不太一样 他听主流 像什么流行的周杰伦的这些 基本上你都听过 都听 听过之后 是为了跟他们不一样 发现他们都没跑调是吧 我来跑一跑 因为真正的艺术家是 先锋艺术家 还是影响艺术家的 然后主流才是影响老百姓的 那你想不想老百姓喜欢你的歌呢 那我当然喜欢了 不喜欢我到这来干嘛 我觉得 没错 就我自己觉得有点恍惑了 现在就现在在北京啊 说起这个搞摇滚 好像就等同于是艾薇薇那一类的了 就觉得是艺术家 跟不让老百姓听的 是什么异端 或者叫叛逆 但是我觉得我最早的西方的这个摇滚 那可是很人民的 那家伙人山人海啊 它是很大众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你觉得会搞成这样子呢 首先在90年代的时候 有个传媒嘛 传媒他们是把这个摇滚乐写得非常深 就是说头发呀 长的呀 像你刚才说摇滚乐 乐手不洗澡啊 洗吗 洗 洗还是洗的 有时候最多一个月也得洗一次 传媒因为把这个事情也夸大 因为传媒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他们也不懂 20多岁 他们也不懂 就胡闲 吹剑他们 吹剑啊 黑豹唐朝他们出来的时候 磨研三杰啊 因为他们那时候 因为唱片公司嘛 也做 就质量也比较好 这听起来嘛 像模像样的 就不那么难听了 因为噪音这个是需要一个很好的技术来录音 是 因为在西方我们那个 闻到那个 野亭 听到很多像Pink Floyd的都是很吵的 对 你看90年代的 零马那是非常吵的 对 但是他的唱片都要卖到最高的 要卖到700多万张 对 就是我们后来就是我第一次录唱片嘛 录的时候就感觉到一个像大型的录音机一样 就到录音棚 因为不会录音 但是那时候你没有制作人给你来做 那录完了之后发现 这个音乐不是比声音大的 它是一个科技的技术和电影一样 你看中国的好多大片拍的很差的 他是不懂的 就是特技他也是糊糊来一下子 所以在这一一个时候 所以他们在那个时代 昌编公司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意味政治的问题还有蒼片业的问题他们撤退了 BMG前段时间好像是华纳还是BMG 不是EMR退出了 全部退出 在大陆不投资 这是没得做了 没得做了 我们这些剩下的人 也没办法 没有人在帮我们 因为我们真的会弹 会唱 但是这个技术 不会做这个事 那么像我这样 也有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在录音 还有很多的商人 他们想这个东西还是发财的 商品 他们也不得要领 就随便找个录音棚录录录录录录录 比如半天就录一个歌 然后十个人乐队再出个专辑 也出了很多 这样的东西就流入市场之后 老百姓更加就不听了 再加上传媒这样说 摇滚也是个先锋 你先锋就先锋 我还不听了 你明白吗 质量是 质量很差 冰白如山倒了 咱们去下广告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诅咒啊 诅咒 诅咒是中国音乐 是吗 他呀 我觉得他有一个经历 很有意思 就是你们经常要到各地的酒吧 什么什么这种演出 场所去演出 实际上他也是直接接触人民 对吧 那那种演出有什么感受 像我们演出早期因为他没有经纪人的 直接给你打电话 但是你可能系很多的这个磁带给录好 那时候也没客盘 像一块钱也可以 那时候五六块钱 要找一个录音机 生活也很困难 但是你系了很多的东西 能给你打电话的很少 弹好演出了 然后也不来了 但是有时候你去了之后 这个你付了前面的前面部分的钱 后面前演完也不给你了 对啊 就不给了 不给 那你们闹吗 像我们有时候闹一闹也没有用 听说还有这个摇滚乐手 在底下演出的时候给剃头的是吗 不是你说 我听谁说的 就是好像是何有 还是谁的 说到东北演出 还是陕西演出 就因为去演嘛 钱给了嘛 这时候我们还要剩下的钱 先给我们再演嘛 后来说你们给我给我给了我钱 我再演 那不给钱 不给钱就说 把你把你头给你 理成他这个样 所以他自个儿理啊 不是 人家摁着他 人家要说 我给你头理了 这可以 那时候摁着把他理了 还不给钱 理不理我没知道 可能是没理 就是那朋友 就是好像是就说 那我演吧 在人物严下 因为那时候90年代 都是大家留长头发嘛 因为头发理掉不太好看 对对对 没了长头发 还有什么音乐呢 但这也是很奇怪 我觉得中国对摇滚 有特别多的 类型化的一些印象 比如说一定要留长头发 但其实也是不一定的嘛 就摇滚乐 其实是你穿的西装 都能玩摇滚的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 我们刚刚讲那个事 就是说摇滚 在西方的时候是很大众 但来到中国的时候呢 我觉得其实今天 中国的音乐圈 也挺丰富 也有很多不同的人 但是问题主要是媒体有问题 媒体一报道摇滚呢 就是把摇滚往一个方向去讲 就是都讲成那种 很叛逆 不洗澡 如落江湖 不洗澡 别人说是你们 对对对 就这样对吧 就这是很奇怪 就其实最早呢 我就去这样诅咒讲 是一帮年轻的小伙子 也不大懂 然后就把自己一些很浪漫的想象 投射上去 结果就变成这个样 那么所以摇滚呢 我不是说应该让摇滚应该更大众化 大家都喜欢摇滚 我认为摇滚的确应该有人像诅咒这样子 做先锋一点的东西 做实验的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 你做先锋 做实验 你也得这个底子 就整个摇滚的底子是很厚的 就是说整个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现在问题在哪呢 就是因为听摇滚不是太主流的东西 乃至于呢 有人在摇滚里面玩很先锋的事情呢 大家就没办法准确的欣赏到它的价值了 你懂我意思吧 就等于说 如果今天根本没有人画国画 你一个人画一个 我说我在国画上有突破的东西 拿出来 也没人知道你怎么突破 我现在还是觉得啊 这个音乐如何结合音乐人口的问题 就是这说说白了 你总是给人听的 那你上次高晓松来这口出庞言呢 说这个在中国没戏了 就是他得出结论 就是说这个汉族 汉族人就没有什么音乐细胞 他们爱听的就是带词的那个歌 他们听流行歌都是听那词的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欣赏这个音乐 就感觉挺绝望 你怎么看 我觉得高晓松说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中国很多的都是一个小曲 小曲 比如说早期的 我们记得在70年代的时候 听孙中国的那种小提琴 梁三博 中心台 他也是那种 听个二胡也在那里拉 他没有这种一堆合作的 都是一堆合作也是奇咒 就咱们共同拉一个旋律 实际上起的一个扩生器的效果 他没有你就听这个 对对对 比如说你在路上上上厕所 上公车到坐地铁 就是情不知间横上小曲 是是是是 他在西方是听一个大的色块和和声和节奏方面的东西 但是在今天来说这三块也是淘汰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还很多的主流老百姓 他也是听到以前的一块 他跟电视台有关系 跟你们电视台有关系 为什么 电视台他放的全是那些东西 可是大陆的很多 还有广播电台呀 还有所谓为的上榜的歌都是那些 就是像高晓松说的那样 总之就是一个卡拉OK话 我觉得这个卡拉OK啊 对这个中华民族啊 影响是非常甚远 又是被日本人毒害的 对这个东西啊 你也不能说的不好 说实在话 那很多人觉得很好 朋友几个干什么呢 在一块 他其实跟音乐也没有太大关系了 那大家是个娱乐 是个很好的一个娱乐的方式 可是这东西深深的影响了 就是除了卡拉OK 你关于音乐还有什么呢 卡拉OK还是很有意思 因为人民没事了他 你不可能说不唱歌吧 每个人还是乐呵乐呵 因为像慕名 他们也是一天到晚的在唱歌的 嗯 坐在那儿弹个笑笑 哎哎哎哎哎 韩娜之类的 在汉主没有 汉主你肯定是唱卡拉OK 你看你你急了 你你喝酒啊 比如饭多喝酒 说哎 祖说你出来给我唱个歌啊 啊就这样的就 他们找着电视机的电视机的 那个给我唱歌 后来我就急了就说 我说我说你这给我唱个歌 你给我画一幅画 我现在就给你唱 哈哈哈 就知道 完全拿你职业开玩笑 你碰到豆温涛 给我读吧 我在歌 campe 最后 哎呀 还错 就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你说汉人没有音乐 细胞 汉人 本来有自己很好的音乐 像鼓琴啊 或者什么 unter 那个系统怎么去听那种音乐 那种感性我们消失掉了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也没有音乐 你比如说你刚刚讲新疆 新疆就发展很多很好的 像穆卡姆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音乐 对不对 你比如说而且你比较起另一个 现在人家常拿来跟中国比较的大国 你说印度 印度的流行音乐 就真有它的味道 就你别说印度传统音乐 那是很厉害 它连流行音乐 Cita它就是一个和声 对啊 我们发明的乐器基本上是单弦的 包括古弦 古弦是单弦的 它单弦的就是弹这个音的 和声就是古增也是的 你就是疯了之后 狂扫一顿在上面 这也是现代音乐用的 那你说照咱们刚才讲 就说这个音乐人口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们这个做音乐的该怎么办呢 做音乐的 在中国 无所谓吧 无所谓 就是我觉得音乐的载体变化 入相随俗吗 也卡拉OK化吗 可以啊 我马上也可能卡拉OK化 我可能要卡拉OK 我前面会派一个人 山寨版做小诅作性出去演出 然后后面我再跟上 可以 因为你到中国演出很多地方 它是没有这个设备的 因为中国的主流的音乐都是那些人出去都是KTV 上台唱个歌 都是配的 都是配好的 要照这么说 卡拉OK也是一种山寨音乐 本来就是 是吧 它就更简化 更方便 其实你是可以完全 我觉得你干脆就出个卡拉OK蝶 就是卡拉OK蝶不都是有个MV 然后有个音乐 然后歌词跳着跳着让人跟着唱 我觉得你的东西做成卡拉OK啊 也是个很好的行为艺术 就让人跟着学跑调的唱 没法 这挺好玩的 我主要的觉得我的歌词就比较适合在这卡拉OK 为什么呢 歌词唱的都是野和万事兴呢 都很直接了呢 卡拉OK大家喝醉了 唱酒唱歌都是为了这些事 怎么说还我的钱啦 他就写这给我的歌词 你不好意思说了 这酒桌不好说 没错 我长生的时候把钱借我的钱还了 那歌里面唱的是这个 没错 这摇滚了 他就是把实话做出来 这酒吧还欠着他演出费为歌 江江三人 请广告之后见 我就觉得 他现在面临这不是一个困境吗 咱就刚才说 你要说中国人他不喜欢音乐吧 可是他消费相当大 这么多的人口 你看现在彩铃 手机下载 我看所有的人都在听着一些个东西烂七八糟的 赌歌 对吧 包括MP3 网上的这种下载 实际上是大量的 他们在消费这些东西 这里边也有大量的钱 可是这些钱呢 好像赚不到音乐人的手里 是吗 其实是这样 就是现在音乐啊 就我觉得将来书也会走向这种命运 就是说你的MP 以前我们目睹过CD 淘汰过黑胶唱片 现在呢 就我们目睹的是这种电子音乐 电脑音乐下载 再淘汰唱片 再淘汰CD 这是必然的 我觉得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像你这么做唱片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 只剩下这条出路 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像今天还有人在收集黑胶唱片嘛 今天黑胶是很贵的 你知道 就做的特别好 质量特别讲究 做的特别贵 那么这时候呢 他去买他的人呢 就是那种仍然很沉迷 看着黑胶唱片赚 然后这种收藏家 他要去买 其实买 花几百块钱买这个唱片 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将来做书也是 平常人看书就电脑下载了 但是你是剩下有这么一批人 他特别爱书 那这时候你这个书 就要做的特别精美 印刷用纸装订 都要特别上层 像个艺术品一样 这是一样的东西 而且第二呢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卖几百几百 这本身就是个促销靴头 就是他也其实 但也就是一个艺术手段 就是说就是一种 在玩弄的东西 什么叫定价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想 什么叫定价合理 你怎么说什么叫定价合理 因为艺术品能够有定价合理 这回事吗 那你基本上就把它 一杆子往小众方向上指了 就是说这条路的发展 感觉就像是个最后的遗存 他也不是 因为像我的唱片 在发布那一天 也是互联网了 就是MP3 供他们下载和看的 为什么这么大送礼 因为你没必要 又是大势所趋啊 你不给他们 他们买回家 他们也会上 他们也会拷贝 因为但是你像 你卖这么贵 同学们是买不起的 因为我们也当过学生 对 你说500块钱 那150了 你其实老板上 走向20 因为年轻人是 他们有听音乐的 老家伙是不听的 老家伙有钱 他也不听的 对 但是你总的这个全国 总有几个发展 去前 간上 经济同学 北京